大家好,我是维青 欢迎大家收听或者收看我们的中美大事随身听节目 这个节目可以让您放松一下眼睛 用耳朵来接收中美之间发生的超级大事 以及我个人提供的具有独特视角的评述 最近在台湾的台北街头 一处地面标志引发了倒霉网友的热议 地面上机车入口四个字 原本应该用台湾民众习惯的繁体字标注 但是地面上的机字却用了简体 这件小事甚至让不少网友都在询问 是不是台湾和大陆要统一了 根据台湾媒体报道 这个标志位于台北101大楼世贸三馆之间 通往机车停车场专用道路的国有马路 当然了,这个机车就是台湾的用语 它就是指摩托车 那么从高空往下看的时候 这个简体字的这个机字标志非常的显眼 所以很多岛内的网友在社交媒体上都是纷纷热议 是不是台湾马上就要回归大陆了 那么这件事立刻在这个社交媒体上吸引了台湾网友讨论 也挑动了绿梅的敏感神经 更多的网友看到这个新闻之后就表示一头入水 他们说这些简体字在台湾已经用了几十年了 它统一不统一根本扯不上什么关系 尤其是路上的标志 好懂是最重要的事 那也有网友讽刺绿梅的报道 说看到简体字就玻璃心碎一地笑死人了 也有一些网友调侃到 很好呀 省了统一之后再浪费钱去修改了 所以啊 针对简体字这件事啊 有台湾的媒体就专门联系了台北世贸展馆 营运单位外贸协会 这个机构指出啊 由于机车的机字这个繁体字啊 比划比较多 在道路地面上刷油漆的时候啊 这个油漆的面积太过庞大和密集 如果遇到天气不好的情况呀 就容易导致轮胎老旧 胎纹深度不足的机车司机滑倒 所以啊 马路的承包商基于安全考虑 决定采用简体的机子 这个外贸协会回应时候特别强调说 如果真的有意要使用简体字的话 那应该连同这个车字一起写为简体字 所以啊 这件事啊 纯粹是以机车族的安全为考虑 没有任何政治因素 今天呀 我们就着这个新闻 一起来聊一聊 汉字的简体和繁体之争的问题 2008年的全国两会上 玉军舰 宋福音 黄鸿 关木春 以代表的21位文艺舰的政协委员 联名递交了一份关于小学增设 繁体字教育的提案 建议在小学开始设置繁体字教育 将中国文化的根传承下去 那冯小刚 张国立等人呢 还曾在两会期间呼吁 适当恢复繁体字 这呀 只是繁简之争 在近几十年来 引起过的无数次激烈的争论中的 一个反应而已 那些支持繁体并抨击简体字的论据 大致是这样的 简体字是政治产物 是统治工具 简体字不正宗 有为汉字的发展规律 简体字不够美 不够精准 不够优越 在简化过程中 丢失了部分汉字原有的意义 等等等等 那么今天呀 我就来从这几个方面来聊一聊 简体字是真的有必要 第一个呢 就是文字的发展 然后呢 我们来聊聊它的政治意义 以及对后代的责任问题 最后再谈谈文化 是不是用来被继承呢 好的 第一个 文字的发展问题 大家都知道 虽然有部分文化人 现在与传承中国文化借口 在大力号召 恢复简体字 但事实上 我们都知道 目前我们所说的繁体字 并不是中国文字的起源 汉字一路走来 从甲骨文 经文 传书 到历书 到最接近现代汉字的楷书 汉字啊 是一直在变化和发展的 而且基本的发展趋势 就是由凡 至简 比如 秦朝宰相 李斯将大传简化为小传 并且将字形固定下来 汉字从此看起来就更加的方正 而且工整 再比如 禁书所记 秦记用传 咒事繁多 传事难成 即令历人左书 曰历书 历书者 传之结也 那到底 哪种文化是代表中国的文化呢 当今的文化人们 能回答吗 也许 大多文化人们 也只会繁体字 那凭什么 你们只拿繁体字 来代表中国文化 而不是使用 历书 钻书 甚至甲骨文呢 你们是不是 有点自私呢 而且 上面提到 古时简化汉字 一个原因就是为了官员书写记录之方便 而当今我们继续简化汉字 也是为了古籍汉字消除文盲 那么加速这个学习的过程啊就是对传播这个文化本身最大的贡献 我举一个输入法的例子 当今中国中文键盘输入法两分天下 一个是拼音 一个就是无比 从输入的绝对速度上来讲 一定是无比领先 但从学习的难易程度来讲 拼音毫无疑问处于绝对的优势 所以现在拼音输入的覆盖率啊是最高的 那么如果文字容易掌握了 这个文字代表的文化就一定更容易被传播出去 所以既使我们以传播中华文化为目标 也一定要选择简体字 而不是繁体字 那么今天谈的第二点 就是所谓的文字的政治意义 其实啊文字当然是有政治意义的 先说一个我们都知道的例子 我们小时候都学过最后一课这篇课文 当时法兰西在普法战争中失利 阿尔萨斯和洛林被划归德意志帝国 德意志帝国禁止该地区的学校教授法语 转而要求教授德意 很明显就是非常明显的政治意图 那简体字的政治意义是什么呢 我认为啊简体字就是将使用文字这个特权 真正的赋予给了老百姓 在中国的历史上 秦始皇要统一文字 就是把文字当作了政治工具 而因为汉字的难以学习 在历史上汉字就是将人分阶层的工具 反简之争本质上是在争论 文字究竟是精英特权还是属于大众 从古到解放之后汉字被简化之前 繁体字都是官方指定的书写用字 从古时候的皇帝的奏折 官员上书 写状子 科举考试等等都必须用繁体字 当时的繁体字属于少数人 从隋唐这时候开始 尽管皇室 贵族 官员等精英阶层还在使用繁体字 那民间呢已经开始用起更加简易的简体字 那历史上韩国的皇帝世宗大王 创建韩文之前 韩国人也一直使用的是中国的繁体字 那时候他们讲的话与写的字是不一致的 汉字也只是用于书信及记载等书面形式的东西 因为汉字太难 会汉字的人只有达官贵人 普通老百姓都不会 所以世宗大王才创建了韩文 自那之后 他的子民都可以容易的学习和最终使用文字 所以啊 今天我要扣一个大帽子 就是所有现在号召要恢复繁体字的人 你们其实是要创造一个属于你们的特权阶级 同时跟老百姓作对 我希望这个大帽子可以反过来 堵住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准备 那第三点 我要谈一下对后代的意义 我先说几件我个人的经历 二十多年前啊 我在高考结束之后假期并没有准备把课 两个月的时间我自己写了一个小册子 收录了我自己整理和总结的几门课的重点习题集和一些作题的口诀 比如说物理中我自己总结的进反出同这类的口诀 感兴趣小朋友以后我可以做一次节目把我能回忆起来一些诀窍 然后再分享给你们 那么当时的那两个月的时间 我就用一台四通打字机把所有的内容都记录在软盘里 也打印出来几份送给了我的母校 我就是在那段时间完全掌握无比是无法的 那我在中国上大学期间为了申请美国学校需要考GRE 我考完GRE之后就在网上写了很多所谓的基金分享到网上 我记得当时我说了一句话 我无法直接感谢之前分享基金的各位先驱者 但我会把我的回报施于后来者 我心中是有对后来人的关心的 当然今天呢我们暂时不讨论分享GRE基金这件事 而我在美国的第一个演讲 主题是Why not change the English 当时当着底下坐着的几位美国教授的面 我列举了自己在学习英语的过程中 遇到了诸多英语对初学者的问题 并提出了一些修改英文的建议 我认为啊 英文其实在很多方面可以向中文学习 比如说我们不需要通过加S来代表单复数 也其实不需要通过对单词的变化来表示时态的不同 而这些虽然对我们来说已经经过了十几年的学习和熟悉 都已经成为自然而然的规则 但对于初学者来说都会造成很大的困扰 所以如果说我们在排队过一个天梯 像我这样的人在过去之后仍然能回忆起整个过程中经历的痛苦 那么我要做的是一方面帮助扶稳这个天梯 另一方面也会尽量想办法去加固和升级这个天梯 让后来人可以快捷顺利的通过 而那些推动恢复繁体字的文化人们 他们过了天梯之后做的事是什么呢 他们转过身来就去晃动这个天梯 让后来者更加艰难 因为他们自己已经掌握了繁体字 就完全忘了自己儿时学习繁体字的痛苦 在面对正在学习减体字的孩子们 他们要让这些孩子重温自己当年经历的痛苦 这就是他们做的事对后人的意义 而在网络和现实中大力推动繁体字的人们 不管是艺术家还是文艺作家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就是他们都是已经不愁吃穿的人 他们可能也想象不到社会最底层的劳动人民的辛苦吧 我相信无论身处哪个时代 人们自然会选择他们更愿意使用的语言和文字 这个是逼不来的 硬逼的话人们只会拿起刀枪跟你干 同理如果想要主爱语言文字的发展 也只能等着被历史抛弃 我们的全国政协委员冯小刚当过立 联合提的那份提案 建议中小学恢复部分繁体字 在政协会议分主讨论中 中小刚举例说 亲爱二字 繁体字是这样写的 亲要相见 爱要有心 当孩子学习这些字的时候 心中就埋下了美好的种子 可现在 亲不见 爱如心 我认为 按照这些文化人的观点 那些表音而不是表意的文字 比如说 英语、日语、韩语 都没有什么种子可埋了 美国人、日本人、韩国人 在学习语言的时候 心中都不会有美好的 除非一定要把love中的o 写成新的形状才好 那荒谬的是 我们一听到love这个词的时候 自然就有了爱的情感 而且如果硬要较真的话 心这个字给一个外国人看 也绝对看不出来有什么美好的 你还不如画个心脏 涂上红色来代表心 如果你不上颜色的话 我还会说你的爱是苍白的 而据说 张国立在提交两会提案的时候也说 漂亮的书法大部分是繁体写旧 学校给孩子们教一教繁体字 也可以提升下一代对书法的兴致 这句话就更有趣了 第一 文字本身创造的时候 它其实目的并不是当作艺术品 而是信息传递的工具 传播效率才是文字第一重要的因素 第二 漂亮与否其实都是主观的看法 在我眼中 简体字书法也很漂亮啊 繁体字就有些过于繁琐臃肿 也不是很好看 而最后一刻那篇课文里 韩迈尔先生告诉学生 法语是世界上最美的语言 最明白最精确 那我们就不知道了 到底是张国立老师对 还是韩迈尔先生对 是中文最美还是法文最美 但其实两个语言都挺难学 那么第三 如果因为漂亮就要推广 那么我能不能说 漂亮的女人大部分都是化妆的结果 所以咱们学校里 要把化妆当成必修课来上呢 文字这个东西啊 椎根溯源就是个工具 不用搞的那么神圣 简体字再不好 对于中国人来说 总要比英文好一些吧 那现在为什么中国人 要全民学英语呢 说白了你强大了 你自信了 别人才会在意你 你才有资格去谈文化 那么现在这些要号召 推幅繁体字的文化人们 其实我们的骨子里 可能非常缺少自信 那么今天我最后的一个观点 作为今天讨论的收尾 就是文化其实不是用来被继承的 文化永远是服务于当下社会的需求 而如果文化无法满足这个需求 其唯一的结果就是被淘汰 而我们作为社会中的人 是文化服务的对象 我们应该高于文化 我们对文化绝对没有继承的意义 中华几千年文化 并不是依靠贴标语喊口号而传承至今的 而是因为这个文化可以适应 并且有助于中国社会的发展 这样的文化一直帮助中国成为历史上最伟大的国家 而我们又能看到 这样的文化又在不断的被社会修正更改着 因为文化需要被修正才能适应当时社会的一段发展 所以我们当今的文化比一千年前 甚至一百年前的文化已经有了很大很大的差异 所谓要对传统文化去其糟粕 取其精华 话说的容易 但谁有这个能力 谁有这个资格定义 哪个是糟粕 哪个是精华 说白了 只有社会和人民有这个能力 有这个资格 两个场子 一边放的名卷在演绎传统京剧 一边是著名歌星在开演唱会 我们现在老百姓更愿意进哪个场子呢 那两篇文章 一篇是知乎者也的古文 一篇是白话文 老百姓更愿意读哪个呢 一个字的反简两种写法 画和画 一个只需要五笔 一个需要十笔 老百姓更愿意写哪个呢 所以 繁体字走入历史长河 只不过是在无数个文化修正中 离我们最近的一个案例之一 罢了 当然 这个变化本身呀 一定会经历一些心理上的波折 就如同那么年捡辫子放小脚一样 会有不少人痛哭流涕认为会被主仙 但他们还在看那些早已成为灰烬的主仙的时候 我们已经开始拥抱未来了 我是维青 欢迎您订阅我们的频道 Connect USA in China 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一路直北 你也可以与我们的微信直接联系 Connect USA China 注意微信和YouTube频道能相似 但不一样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